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用钱要嘛是300万还是怎样 小姐你怎么会需要300万 我想说你不是要我借钱 我想说借一下 有一个理由吧 因为融资公司也要一个用钱的理由啊 我想把它放进口袋里 我想装装看300万的大小 我要客制换一条裤子 可以把300万摔在那个裤子里 对啊 应该能够装下300万现金的裤子哦 对啊 我想要我测测看到有多大 然后叫我妈妈测一个大裤子 因为正常融资公司应该会挂掉了吧 还是不会她会去跟你聊 那小姐那个你本身是有和什么银行配合吗 女生你接到的话都是哪些银行 汽车贷款 还有银行 当铺哦 类似当铺吧 那我这边是那个霸宣汽车当铺借款 小姐你目前要借300万的话 你可能要提供你的身份证哦 呃 你一个身份证的话大概只能贷10万块 那个借走了 没了 然后我没有车 我什么都没有 你有小黄啊 你有摩托车 对啊 我坐摩托车 我们有四个员工 我们可以把员工生生拿去借钱 哈哈哈 你借钱一路账 然后员工啊 哦 好啦那个 这什么开头啊 我不知道 欢迎收听 霸宣 薪水抢盗电台 欢迎各位薪水小偷 还有薪水抢盗的加入 默默谢谢导内 明天要飞澎湖玩啦 正在收拾行李 然后两个小孩一大一小针在旁边捣乱 说的好累 哦 谢谢摸摸斗内 澎湖玩得开心 至少他们是坐飞机嘛 他们不是坐船 不然小美一路吐 呜呜呜呜呜呜 等一下是不是要上废片了啊 对 我带小美和工作室的人去绿岛玩 然后小美在船上一路吐 然后小美吐出了粉红色的呕吐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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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来讲外岛的故事好了 好啊 各位薪水强斗小偷午安 恭喜文博会入选 说到文博会其实我炸掉了耶 我好害怕哦 我也好害怕哦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参加 我们又没有办过那么大的展览 你知道我上一次办展览是什么吗 是什么啊 是大学的时候办的那个小小的 那个自己的小摊贩而已 大学那个其实算是毕业展吧 毕业展啊 可是那个他就是发一张小桌子 然后让你布置 那你是一个展吗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大师的展览 我以为我们上次的展览是卡特岛 卡特岛是市集不是展览啊 哦 市集和展不一样 我觉得市集就是市集 那展览就是要有一点一个背板啊 要有一个规模啊 然后小美就是 我和小美上礼拜就是 大家都在开会 研究要怎么布置自己的展览 因为它跟市集不一样 再来是我们要布置自己的门面 那弄得很霸宣跟小美 霸宣跟小美风格 诶 我可以偷偷跟大家讲 我们的主题是走什么风格吗 可以吧 反正我们是确定进去了 可以了 我们主题是走那个霸宣与小美的那个广播电台风格 对 因为我想说我们要做出差异性的话 我觉得我们和刚开始我和小美有一起讨论啊 就是我们到底要走什么风格 现在夏天嘛 我们可以走野餐风啊 野餐的风格 小清新或者是文青感的 然后我想一想 那个好像都不是符合我们的调性 对啊 我觉得直播才是最符合的 所以我们就走一个直播风格 直播风格的展场 我又没有想过 因为小美她上礼拜 有请那个部展的师傅来 对啊 她有设计师 一起来讨论说我们部展要怎么做 对 然后我就想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看我们每周废片的话 应该都大概能看得出来我们工作室长是怎样 我就想说 如果我们把展场做跟工作室一模一样 我们直接把工作室的3D图 然后拉到展场去放 大家你要想想想想看 就是我们把我们工作室的内装 因为我们工作室小小的 因为我们这次展览 我们的场地是10坪 10坪 然后我们工作室13坪 对啊 其实没差多少 大概剪个3坪而已 因为我们扣掉房间完全是够的 就是我们可以 我一直想说我要不要完全把我们工作室 复制到文博会去 就是别人走到文博会的时候 诶 霸宣的谈委 这不是像平常美洲飞片 就是大家可以胜利其境 这就是美洲飞片的样子哦 我们好像真的来到了霸宣的工作室耶 我一直想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做耶 你知道这种感觉比较像是 你去参加一些那种很像历史博物馆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展群 是谁谁谁伟人的家 伟人的家 对 然后他就说那个伟人 以前就是坐在那张桌子上面写作的 然后人家经过就 哦 这就是霸宣的工作室 这个四张椅子 这是霸宣裸体坐的椅子 然后我们还要把原汁原位椅子 搬到现场去 这是霸宣裸体坐的椅子 那这个是霸宣裸体坐的沙发 然后这是霸宣在用的麦克风 然后我们那个已经那个文字都掉的 那个十万奖牌 哦对 这就是霸宣的奖牌 然后杰伦谢谢豆内 恭喜你们快要一百万订阅了 加油 看你们很久了 然后说到一百万 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原本是计划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定年度目标 我们今年年初一月的时候 其实原定是说今年要九十万 然后没想到已经一百万 所以大家都有发现我们影片变慢了一点点 哦对啊 对 因为我想让自己兼换一下节奏 有时候跑太快 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哦我以为是在弄文博会 对啊对 也是弄文博会 因为加上其实我们从卡特岛回来之后 我觉得我们整体状况很不好 因为我们先回来 然后流感一周多 对 流感 然后加上我身体变得很明显 我觉得身体不好 因为我常态性的 变得常态性加班爆肝这样子 小美又要一直做商品 因为小美常常压力大 然后小美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哭 她的商品等一下做坏掉怎么办 她就会恐慌 所以我也是算是减缓速度 不代表我们是真的完全休息 而是说让自己压力不要那么大 就是正常上下班不要加到班 兔主他们也不是说 没做影片就没在做的事情 因为他也有其他业务在忙 对 他要帮我们弄一些文博会 其他东西 对 其实就是focus在文博会上面 对 今年没想到上半年就90万了 我很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 然后我也会希望 我现在就是把下半年主力 focus在文博会 因为比起其他的前辈包含维藤 他们都是2015年2016年就一直都有在办文博会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 而且这次主场还难得在台南 对啊 台南当主场欸 对对对 所以我们很重视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好 尽我们的能力啦 没办过换件 我要办压力好大喔 因为不然我看其他 其他重乐者他们办也是那种几十万 好几十万在喷的 对啊 很厉害 可是就是可以把这样弄得很漂亮 对啊 那也是一个里程碑 这个那个 等我们文博会结束之后再来说 对对对 我一直想要爆雷 不行我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什么都还没有曝光一直爆雷 然后还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女生我可以说吗 我怎么知道你要说什么 好啦那大家敬请期待我们文博会 那个下半年的文博会 对了 那我们今天还要宣布一个很重大的消息 你要先说吗 在这边那个 哪个 那个 不行 好像在直播上不能讲对不对 你到底要讲什么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坏习惯奶的 女生我可以讲吗 我怎么知道你要讲什么 这是小帮手的事情啊 哦那个 不行 我们这个晚一点会员群公布 哈哈哈 会员小帮手的东西 不要在直播上讲 好啊 我们开始今天的广播电台 绿岛吗 我们去绿岛的故事 就是我们上个月 我带着小美去绿岛拍外景 小美她本身是一个不晕的人 我是不晕车 不晕船 不晕飞机 什么都不晕的人 然后我是什么都晕的人 就她这次去绿岛的时候 小美坐坐我的旁边竟然先吐了 为什么 你坐我旁边可以吐 我原本没有暈的感觉 我其实一直也都没有暈的感觉 但是我的肚子很不舒服 是不是有人在坐船前吃早餐ком啊 好香哦 哇好饿哦 因为我是一个本身很容易晕船的人 因为我每次出去一定会吐 但我这次难得没有吐 因为营发市是绿岛小公做 他很爱去绿岛 他就是准备绿油筋给我们 他就说坐船前 假如用这个绿油筋点一下鼻子 还有那个 点一下鼻子下面 然后点点点 想吐的时候 吸一下绿油筋就不会想吐了 然后我在船上的时候就一直吸绿油筋 然后我就难得没有吐了 林芳说这次浪也是很大的 也是特别大的 他说他以前去绿岛王阪这样子 没有搭过浪这么大的船 我们差不多出船15分钟左右 就开始整船人开始呜呜叫 就开始可能从后面或者是旁边 就开始呜呜叫声音 就很像是你在看那个4D的 环绕音响 那个威秀4D的电影 All Around You All Around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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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的左边右边前面后面 就有人在那边呜呜呜 还有撕那个塑胶带呜呜呜呜呜呜呜 那个味道磁吸鼻肉 那个味道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林芳叫我点绿油筋 我们那个差不多15分钟的时候 我就觉得喔好晕喔好晕 你赶快吸一点绿油筋 然后15分钟开始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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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学那么下 然后左边的女生就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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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假装没有那个呕吐 呼吸 然后过了差不多 我记得差不多30分钟40分钟的时候 我就听到小美突然在那边撕那个 塑胶袋 因为那个船舱 它的前面 你形容一下那个 那个船舱我们每一个座位的前面 船员都会掉那个塑胶袋 一袋的塑胶袋在那边 然后你只要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候 你就赶快撕那个塑胶袋 然后就可以握着 就可以开始呜呜叫 就可以呜呜叫 然后那时候已经 坐坐坐坐坐 我就一直盯着那个时钟看 他听说从本岛坐到绿岛 大概要50分钟左右 那我想到50分钟都到了 为什么没有到 为什么没有到绿岛 然后我很焦虑 是不是因为你一直看钟你才吐到 然后我就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然后最后的10分钟 我不行了 然后我就撕那个塑胶袋 我就撕撕撕 因为我原本在闭眼休息 然后我一天我原本在那边 我就转过去看 小美竟然在撕偶吐袋 对然后我就 你最后就 超可怕的 他突然之后还说 男生男生 我就怎么了 你看我的呕吐物 我就啊 我没有说呕吐物 我说你看我的优优独播 哦对 小美就是说我的优优独播 男生你看这是我的优独播 这是我从那个绿岛带来的优独播 这是我在绿岛的优独播 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 所有人的呕吐物 我就是多瞄喜瞄 有人的呕吐物是有点那种水清水 水壮的 水壮的 然后也有黄色的 黄色的 然后核色的 咖啡色的 大部分的呕吐物都是黄色核色 对啊为什么啊 然后大家一定要去看美洲废片 小美的呕吐物是 整袋粉红色 你不要怀疑了 就是派大兴的颜色 小美的呕吐物是整袋派大兴的颜色 这叫什么 少女的呕吐物 你到底是早餐吃了什么 可以吐粉红色的东西出来 我只是吃了 全家的手卷 但你吃了什么手卷 我吃了番茄洋芋手卷 番茄洋芋手卷 对啊里面有一颗荷巴蛋 然后有一点点番茄 还有一点小生菜 然后外表的表皮是白色的那个饼皮 然后它在我的胃mix之后就变派大型了 小美就吐了一大袋 而且你吐很多耶 我吐了三分之一的粉红色液体 我吐突然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吓到 你真的哦是粉红色的耶 对啊 好香哦 虽然我有点不说粉红色 好粉哦 感觉可以再喝一回去 哎呀 去绿岛之后我们缓一下啊 然后我们之后就去浮浅了 浮浅的时候 有发现一件相当白痴的事情 就是我们去浮浅了 大家有没有去浮浅过 我按小美算是第一次有人带着去浮浅了 对之前是没有人带的 然后我们浮浅当下 那个浮浅的家人就会说 那个有没有人是特别怕谁的 浮浅人当然不只有我们啊 就是除了我们四个以外还有其他人嘛 总共八个九个人 然后大家都没有举手啊 然后沉默了四五秒之后 兔鼠忽然就把手举起来 我们就说我们大概就走过去看他 心里想说他干嘛举手啊 你为什么要举手啊 然后那个教练就说 好好好你举手是不是 你比较怕水来来来来你过来 我们四个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被教练教练去前面去 然后教练就把浮浅的话 正常不是就是在水里面 是自由浮在里面 就看着那个水里面的鱼 对我们都有穿救生衣啊 他说因为兔鼠比较怕水啊 他就叫兔鼠把双手举起来 他就拿那个很小很小的游泳圈 一把印套进去 然后卡在那个兔鼠的身上 就是兔鼠本身就很大只了 然后他又穿着救生衣 然后那个游泳圈又超小一个的 然后他就这样子用力塞 因为兔鼠又塞不下去 那个救生圈超小的 因为塞边弹 他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救生圈 塞到兔鼠的身上 然后就用力塞 然后把它卡死 然后兔鼠就完全呈现一个 卡死在游泳圈里的样子 他就变成说我们四个都要套 然后小美也跟着套 小美就说欸 为什么我要套这个 然后小美套上去之后 然后他就要套我 我就说我不要 然后一方就说我也不要 哈哈哈 然后 然后因为那个兔鼠是第一个 被教练拉走的 所以小美在后面就一直狂甩 噗噗噗噗噗噗 然后我们就被拉去浮潜的区域 然后我们大家浮潜都浮得很开心嘛 就是啊可以看鱼 好多好漂亮的鱼喔 兔鼠因为他整个套在游泳圈里面 他就很难平衡 他就在那个海面上一直乱飘 他根本没办法 他很像陀螺也在乱滚的样子 我们正常浮潜的话 我们都是背在水面上而已 然后我们的头和身体都在水 就往下面看 然后因为我们咬着呼吸管啦 我们就这样子看而已 兔鼠他整个被游泳圈卡死 他就是半个身体就我们 他没办法身体整个浅在水里面 他就在海面上面窄夫窄 就呃呃呃 那个羊流 然后那个兔鼠他就浮潜到晕船了 海上面晕了 因为他他就像在船 他就像一双船一样 咻咻咻咻咻咻咻 他浮完浅之后他的脸色就超难看 对 就那个兔鼠在浮潜浮到晕 对 浮到快吐了 他就快吐了 然后我们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凶的兔鼠 浮完浅之后我们要拍照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要拍照 然后我们就 啊四个人合照咯 然后因为兔鼠站得很远 他的脸色难看 他就站在那个边边角落 然后脸皱在一起讲 还快不行 对 然后就脸色难看很白 然后就说 一看你过来 然后我就抓他 你不要抓我 你不要抓我 然后就 好不然我们三个靠过去严凯 第一次被员工凶耶 我想说 哇严凯超派 他晕蠢的时候会很派 哦 吃哈这笔耶 因为他脸色很难看 他脸皱眉头 你不要抓我 然后 然后不然我们三个靠着严凯 然后我们三个就靠一个严凯拍照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复牌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严凯你要举手 说你很怕水 你之前没有浮潜过 他说有啊 我之前有来绿岛浮潜过 所以你之前就有来绿岛浮潜过 然后他说对啊 然后我之前就有浮潜过 啊你那时候有套游泳去吗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要举手 他说我想说没有人举手 我要举手一下 严凯快 你自己说 你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你快 严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 你这个身为有一个 我和小美都算是没浮潜过的 是 我想问一下身为一个 拥有浮潜经验的人 为什么要在当时举手 一来是因为我们去旅岛 其实有一点点是工作性质 然后我就会想说 我比平常去玩乐 还会再想要更安全一点嘛 想说哦 我怎么不能出去工作 就发生一些意外 所以我想安全一点比较好 而且我之前 我跟朋友去绿岛浮潜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问我说什么 有没有人怕水啊 需不需要什么额外的 那个措施之类的 完全都没有问 然后他这次特别有问 我想说哦 他是有什么妙招是不是 他有什么妙妙工具是不是 哈哈哈 要无解 我们需要要妙妙工具 怕水了 你需要一个妙妙工具 然后就 我也不知道他要套上去 你知道 然后 那他 他说要套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后悔吗 有有有后悔 他又你说 那没关系不用了 我说 我在心里面有没有想说 呃 不需要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用力把那个 游泳圈 直接塞到我的身体室里面 然后 啊 好吧 那好像成这样子了 哦 啊 那那一般呗 因为我看到颜凯这样被挤 我就觉得不太妙 哈哈哈 意气不妙无 你休想把那个 游泳圈套在我身上 对啊 教练一套完 兔鼠跟小美 他转过来看我们两个 都我们两个 都我们两个 一直要 我们两个就是 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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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哈哈哈 好可怕 我很怕被套耶 真的啊 你之前浮潜的时候 也有浮潜的经验吗 有 啊你有认识 有人套过游泳圈吗 没看 这也应该是你认识的一个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会把 因为那是 那不是游泳圈 那是救生圈 所以他 特别没有弹性 又红色的那种 对对对对 救生圈和游泳圈又不太一样 对 游泳圈 大家脑中游泳圈是很大一个 然后他充气了 可是救生圈他就是一个 一个发泡的 一圈发泡的东西 然后硬挤 硬挤兔水 大家有在看过那种船上 或是岸边那种救生圈 他就是小小一个硬硬的 那很像就是兔鼠在河里面 然后溺水 然后我们要拿救生圈 去套他的那种东西 他就是先把它套好 那个游泳 你在海边上真的很晕吗 很晕 越来越晕 你之前浮潜没有套的时候 是不会晕 不会啊 我原本也是就是被套着嘛 然后一下水就哇好漂亮哦 然后拿手机要帮大家拍东西 之类什么的 然后大概过了一分钟吧 然后等一下 因为不对 为什么拉着好像有点晕了 啊 我在想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游泳圈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被 会稍微漏在水面上 剩下的身体全部都在海下 然后因为你是整个 他把你的那个游泳圈套你身上之后 你整个是自中了 对 所以你是身体有一半会在水上 凸鼠的半截身体在水上 你就像一艘船一样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他有一个很不自由的感觉 因为你如果只是一般浮潜 他不是就手拉着游泳圈 那个救生圈嘛 你顶多就是被拉着 可是你是身体绑着之后 然后就 你就一直被推 你是不是很想吐啊 就一直很想吐啊 你为什么没有吐一吐啊 因为我想说还是不要给海中的生物 一些下午茶好了 那如果吐了怎么办 他如果吐的话 第一个招的是我 没有是小美 小美在后面 是小美 小美在后面 小美就是我那个 他会马上被那个阎凯攻 他的呕吐会黏在我们的头发上面 哦 满头都是阎凯的 他会往后面飘 然后刚刚我们三个在后面 然后我们头发都会是阎凯呕吐 所以我是一直忍着 我想说就是不管怎样都不能吐 因为吐的话招招的是你们三个 那就我每周会不会可以录 我不要 这大价也会很高 我不行 所以我上次知道 你摸我我不是就说 哎 因为我 很碰我 那时候真的 不要碰我 你再多拉给我两秒 我可能就一直在 哈哈哈哈 我是很认真 我没有凶 我只是很认真说 不要不要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肩膀 你不要碰我肩膀 你是谁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觉得真不像 哈哈哈 你觉得真不像 你不要碰我 你又不要碰我 哈哈哈 但是 那是兔鼠最man的时候 对 那是兔鼠的真诚性 他那个人设坏掉 平常一部人设 嘿嘿嘿 他晕吐的时候 不要碰我 哈哈哈 我哪有凶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好我们谢谢颜柯和你帮分下 谢谢 就是因为 他非常的曲折离奇啊 所以我们 每周废片那个浮潜这段 完全没有露出来 对 因为我们 其实不是知道颜柯想吐 是我飘到后面也有点想吐 因为我也卡在游泳圈里嘛 对 因为我们原本有要拍摄 那个我们在浮潜的画面 但是因为 画面有点晕 又有点乱 所以我们那个美洲废片那边素材就没有 大家只能听我们口述 如果 我们这段音长剪得好的话 maybe可以用动画呈现 对 就会很有画面 但是我们浮潜的话 美洲废片就没有了 没错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一片乱 加上海上的那一天的海浪其实蛮大的 对 我还是希望可以 可以的话就是去考一张自由浮潜的征兆 这样就可以自由浮潜 因为我们四个都没有阵兆 所以我们一定要挂在一起 然后挂在一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近 就是小美你在我前面嘛 我在看兔鼠的屁股 对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离得很近 因为大家都是抓着一个绳子 搭一个绳子了 所以那个小美说她全都道理 她要拍都是拍颜凯的屁股而已 哦 仓鼠看我的屁股 仓鼠看鱼 然后我看仓鼠的屁股 然后就呃 呃 它就是一个往下看似的鱼 往上看似的屁股 哈哈哈 我们非常的close 诶 那我想到 我们浮潜的时候还是 诶 正常浮潜是不是都会穿衣服啊 穿衣服是你们说穿浮潜衣 对啊 如果万一它只穿比基尼的话 不就是啊 啊啊啊 鱼妈你们那边 你以前去浮潜的话有人只穿比基尼吗 有 哦 我要看那个鱼啦 哦 我要看那个 哇 那个鱼好大哦 鱼来鱼来的 哈哈哈 那个鱼好大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 Podcast互动环节 秦秦君说 好喜欢你们 嘿爸宣 我是花莲人 最近几个月花莲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大地震和火灾 火车出轨土石流等等好多事情 可以请你们帮花莲加油打气吗 花莲加油 不管是大地震火灾火车出轨 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花莲火车有出轨哦 有 我不知道耶 女生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看新闻 哦 我太久没看新闻 我都活在自己世界里 完蛋了 好 不管怎么样 但是花莲加油 加油 对 不管是什么地方都加油 叶书华我老婆说 我是边缘人最近跟唯一的好朋友吵架 不知道该怎么办 坐下来好好沟通 嗯 坐下来然后大家先冷静一下 不要用情绪 对 你以前的好朋友是谁 我以前的好朋友 是决裂的那种嘛 对啊 决裂的 决裂的 我以前好朋友是高中的好朋友 那决裂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 那大学的好朋友呢 大学的好朋友 我昨天才聊到这件事 我以为我们都是朋友 就他们没有想要把我当朋友 就是你大学的时候 一直以为你们是朋友 对啊 我想说我们这一组 大家都是朋友啊 然后我想说毕业之后继续聊天 就默默的他们全散了 我就哦 可是你结婚的时候不是有约他啊 对啊 然后他已毒我不回我 还没有回你哦 对啊 你以为你们是朋友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啊 然后你约他来我们的婚礼 对啊 昨天 昨天我跟我朋友见面吃饭 然后他 我讲到这件事 他说他本来就没有要跟所有人 当朋友的意思啊 我就哦 那你还约 我才恍然大悟耶 我有点尴尬 你还发帖子给他 对啊 然后他说他已毒不回我 可是我结婚后有一天 我就收到了他的讯息 然后他问我那个赖帖图怎么上架 哈哈哈哈哈哈 他 你你跟他发帖子他已毒不回 对啊 然后他 结婚后然后过了一阵子吧 然后那时候我们上了第一组 有生贴图 对啊 然后他就来问我那个贴图上架怎么弄 好啦我根本不是朋友哦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没事啊过了 哦有事不要找我 没事也不要找我 用不到你 也需要你的时候才会找你 哈哈哈哈 哦 他说你真的是工具命耶 你大学的时候 你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说 哦我教你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想说他有需要帮忙 哦 所以小妹有教他上架吗 有啊 你还是教了 我想说 就 你还是教了哦 对啊 你就回他了哦 我就说 如果是我 我之前我传讯给他 他已毒不回 我一定已毒不回他哎 哦 你传了你说什么 我把那个上架资料传给他看 真的哦 对啊 哇你人真好 那你没有顺便问他 你是在同一个讯息里面吗 你没有顺便问他 没有他私讯我 对啊那你没有顺便问他 就说那那个 之前结婚系列怎么没有回 好尴尬 我没有要回这件事 然后他 那你 你传完之后他有回你吗 哦他就谢谢啊 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络到现在 我们来期待一下 看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 哇真的是人很好 若是我就已毒不回他了 我是没有完全教他 我就是把上架资料给他看 你 我觉得光是你愿意回他就蛮顶的 好哦 超爱听 每次就在听了 然后就在边刷牙 然后就边刷牙边笑 谢谢小三离花之词 上班摸语的瑞塔说 更新快点啦 有一次开车时给男友听听霸宣小美 结果他就中毒开车的时候都会自己听 结果每一集都听完 还说要去文博会看霸宣哈哈 我自己上班都会戴耳机一边听 有时候一集会重复好多次 还会一直憋笑 每个礼拜最期待更新 谢谢上班摸语的瑞塔 然后我之前毕业当天同学在班群里面把我当笑话 在全班面前说我家庭怎样怎样 真的很过分我也很难过 想问霸宣小美该怎么办 叫他管好他自己 管好你自己 君你就跟你那同学说管好你自己 而且都毕业了以后再不联络 那是过去的事嘛对不对 但是我跟大家呼吁啊 如果你现在 不管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学业还是在职场 你的班上同学还是你的同事 这边指手画脚的 或是对拼头论主 就是管好你自己 管好你自己 who are you啊你什么东西 我觉得大家秉持一句话 就是管好自己就好了 然后韦庭是一只轰鱼说笑话来了 有人留笑话给我了耶 要笑了吗 笑话来了 要成功要做到五个字 特别能吃苦 而我快成功了 因为我已经做到了五分之四 特别能吃 我觉得不行 这个下面一位 肖幼幼 什么超爱听的啦 太爱啦 希望下次能来台北 笑声太模型了 我是小六 有一次半夜偷听你的广播 就被我爸看到 后来就是很惨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因为听了三集 讲个冷笑话 你知道 易经的妈妈是谁吗 你是不是逼我讲 是谁啊 易经荧幕 为什么啊 易经脑幕 我觉得 我gap太到 可是我 你这样讲我好像通通 因为易经荧幕 台语吗 易经荧幕 对 不行 这个我也不行 那你还笑 我笑是因为你笑 吃货侠说大拇指的啦 每次都在睡觉的时候停 但是霸却的笑声总是会让我笑起 根本睡不着太好笑了 谢谢 我觉得之后我们应该要把那个 Podcast互动环节全部留冷笑话 我这个冷笑话鉴定大师 那个米其林笑话 平贱大学 不是好的冷笑话我可是不笑的 不够顶的冷笑话我是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应该平行 对不对 肖幼幼的这个 我我给他三星 因为我介于笑和不笑之间 然后特别能吃 韦婷是一只红鱼 我给他两星 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好笑 但是看在你有创意的分子上 给两星 黑探说拔智齿 哈啰霸萱小美 听到霸萱拔智齿的心得 本人非常有感 看到医生那个针真的超可怕 我四颗智齿都已经拔掉了 分两次拔一次两颗 第一次拔左边上下时回家睡觉 结果早上起来感觉怎么黏黏的 一看枕头全部都是血 我的枕头就毁了 心里想着皮包要扁了 拔完智齿吃东西会很痛 拔下面两颗很有感 我很推 可以吃吃看爱玉 爱玉很软 咬下去不会太有感觉 又很好吃 很推荐 谢谢霸萱小美兔鼠仓鼠 努力带给大家欢乐 这几次住在新北的黑探 也是刚加入奥米加跑就兽的成员 是维藤Podcast 听到霸萱 结果一听霸萱小美Podcast 马上变成铁粉 直接全部追完 现在正在努力追美洲废片 希望有机会去台南 可以遇见霸萱小美 谢谢黑探 我现在也要在这边 推荐那个维藤的Podcast 大家可以去听 那个维藤Podcast里面有在讲一些 那个本周大事 周际环节 推荐大家去 也去听维藤的Podcast 那个大哥永远是最顶的 好然后 林老师大鸡 二 这一二说 我国小六年级要上国中了 我是体育跆拳道班 好累哦 喂 辛苦了 阿语军团超派说 一加一等于几 等于二个奥米加跑教授 猫和老鼠要说 祝你们早日百万订阅 说到骨折 以前我有一次在玩鬼抓人的时候 耍白木楼梯的栏杆旁边 因为有一些空格 所以我就站上去 结果没有站好就往后倒 手直接着地骨折 我国中的时候有班上同学跌倒 就直接骨折了 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夸张 可是后来想到想 因为他体重很大 他倒下去然后用手直层 他手骨头又细细的吧 然后身上太重了 然后手骨折 力量比较大 对然后就死了 他的骨头就死了 不是不是 我刚刚想说 这个剧情还要给你一起 哦 那个张家大帅哥说 你知道为什么癌症病人都很健谈吗 因为他们都有化疗 这是地狱笑话 这不能笑 我社会观感上我必须给一分 我们严厉谴责 地狱笑话 对万一我以后得癌症了 我如果笑的话 我就可以笑 我可以讲这个笑话 不要乱笑 我必须是癌症患的 我才可以讲这个笑话 等等要去看电影 大夜班有霸萱的笑声陪伴 提供一则笑话 为什么阿嬷助牙了 因为阿公有糖尿病 为什么 为什么啊 这是色色的吗 因为阿公尿给他喝哦 我们下一题 颜凯你在笑什么啊 他先笑的 哇颜凯好色哦 我们下一题 你看一方都没在笑 就颜凯在那边笑 对啊颜凯 颜凯还满脑子黄色的东西耶 什么哦 然后傻逼耶说 先踏进船只的人要先说什么 要说online 因为先进船说online 我们欢迎RO知道找谁业配了吗 很多人 可是很多人笑话耶 超多人笑话的耶 川普跌倒是什么 是三谱那川普骑车是什么 是寻谱 川普漏三点是什么 是周谱 川普漏三点游泳是 三点水的周谱 川普催眠是什么 是苏利谱 你笑了 床前明月光 手机在发光 人帅易生俊 人丑易生俊 我讲一个笑里长刀的笑话 哈哈哈哈 刀哈哈哈哈 我觉得可以耶 这个我给他四星 我给老江东区农业四星 大萱你知道为什么螃蟹要假装咳嗽吗 为什么啊 因为它是甲壳类动物 欸嘿嘿 欸嘿嘿 欸嘿 你干甲壳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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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啦这个可以我给他三颗星 憨憨的猫说 请问那种果汁的名字最长 什么果汁啊 你看你在笑什么 你知道啊 我知道 哈哈哈 你一般知道吗 是 鼠牛虎兔 龙蛇马羊 狗鸡狗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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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个 细细络络的掌声 还还能够这个 我可以给到五星了哦 这个我可以给到九分哦 我看一下会不会是什么别的哦 狗猪 好美了 笑话好像结束了 笑话完结结束了 我觉得 这要这个很顶耶 我觉得这个 果汁大家可以学起来耶 哦太果猪了 哪一种果汁的名字最长 鼠牛虎兔 我都知道猫鸡狗猪 你家去卖果猪的时候 你对那个阿桑 讲 哈哈哈 讲狗猪笑话 对啊 好啦 以上就是本周的Podcast互动环节 好啦 那我们差不多了吧 谢谢大家今天下午的收听 我们下礼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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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